大家好,今天就给大家在家做铁板炒饭 准备的材料有4个鸡蛋,1碗2米饭 肉末,1颗洋葱,1根小葱 我们先把洋葱和小葱切成碎末 我们先把洋葱切成碎末 小葱切成碎末 小葱切成碎末 把洋葱切成碎末 把洋葱切成碎末 所有洋葱切成碎末 拐起来 瓶末然后放在水上 衣服 所有洋葱切成碎末 然后来准备鸡蛋 我们把鸡蛋打开以后 蛋清蛋黄给它分离出来 蛋黄搅拌均匀 好,现在我们准备好铁板 铁板加热到一定程度以后 放上油 然后我们先来煎洋葱 先把洋葱炒一下 将洋葱炒至半熟左右 放入肉末 肉末和洋葱一起煎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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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炒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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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蒜 炒熟 差不多的时候呢 我们先把这条肉末和洋葱 先放到一边 先让它慢慢小火煎烤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准备鱼饭的部分 首先先在另一边先倒些油 然后先放入鸡蛋黄 鸡蛋青和鸡蛋黄分开 翻炒的好处是这样的话 白色和黄色分明 而且味道也特别好吃 然后稍微的把鸡蛋黄 翻炒一下 不要太熟 不要故意太熟 然后就直接把鸡蛋倒在上面 然后把鸡蛋黄和鸡蛋一起 接着我们在另一边稍微加一点油 然后把蛋青的部分放进去 把蛋青翻炒一下 然后把鸡蛋黄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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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鸡蛋黄混合到一起 然后再把鸡蛋黄和鸡蛋黄和鸡蛋黄和鸡蛋黄 然后再把鸡蛋黄和鸡蛋黄和鸡蛋黄所有料理 加一点点油和泥饭搅拌均匀 最后我们放入食盐 这个食盐的分量因而异 看您的口味 然后再加上一汤勺的酱油 添摄 再加点油 鸡蛋 南瓜 鸡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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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雞蛋 鸡蛋 生抽 黑手 再放入猪肉 再一些小切 碎 放入猪肉 加入猪肉 切成小切 放入猪肉 切成小切 切成小切 大概差不多的时候呢 我们最后撒上香葱 将香葱和米饭稍微搅拌均匀 我们的炒饭就炒好了 好了,这样我们的米饭已经炒好了 这样呢,闻到味道就特别的香了 出锅了,马上就可以享用美味了 今天的铁板炒饭就做好了 味道很棒哦 如果你喜欢,就做来尝一下吧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,请记得关注,点赞或者评论哦 谢谢大家的观看,我们下次见